我这不是西游记哪来的妖精 我说的这个小妖精呢 他就是一个租我家房子的一个房客 我家呢有很多处房子 就是准备往外出租 你说租房就租吧 租了两年了 什么他要跟我儿子结婚 就凭他要工资 他工资那么低 他住那个我们家是数一数二的那个高档的小区 他比我儿子大六岁 你像大家说说这可能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我找到他家里我跟你说 吴老师啊 您让大家听听 跟我儿子就那点劲 那毛毛哥啊 什么这个那 你也够表的 不是 你也够表的 不是不是 就真的他那个劲 比我儿子大六岁 你说你那么大岁数 你装那家 你装什么也装 他也不是那韩子 他对你尊敬吗 你跟他对话 还可以吧 叫你叫什么呀 叫我阿姨 阿姨啊 您呢不是他的对手 第一啊 您叫人妖精 人还叫你阿姨 就这种气场 您就输了第一招了 如果是你 人家叫你妖精 你叫他什么 我觉得我肯定 我得抓狂 对对 我真没有这样的修养 或者说我得跟他吼 你知道吗 我要是算修行五百年的 人家起码一千年 说实话 我觉得阿姨您呢 愿赌服输吧 而且啊 我跟你说 他呢不跟你提任何条件 不说我要车 我要房 我要什么 什么我都不要 我只要真爱 你知道吗 就这招最毒了 你又输了阿姨 你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 你们 你无非就是挑他 大你儿子六岁 但是人家也许真的有真爱呢 你了解过吗 如果这个女孩 她们家比你们家 还有钱 她比她大六岁 你接受吗 那要看她儿子怎么想的吧 你看妈 态度就有转变了 不是 我说的是这个小妖精 她有心机 一个女孩子 你说你住房吧 她一天到晚在家干活啊 就是什么拖地啊 什么那洗衣服的 她都敞着门 一个女孩子 你住房 你敞着门 她不是让我儿子看吗 你儿子住对门啊 对呀 她说她租的房子 是跟我儿子 是对门的 开着门打嗓 这一点我就觉得 真的很有心机啊 一个好女孩 年轻女孩 不会随便开着大门的 里头在干嘛 怎么会欢迎参观呢 她打扫卫生的时候 会把门打开 那一刻可能是 家里边脱了湿了 她要把窗户打开 通气透风 这时候你的儿子路过 正巧地看见 这个并不代表 她有勾引的嫌疑 一开始 其实我知道他们俩 就是有来往啊 就在一起 我就说孩子嘛 就是可能就是玩玩而已 感情你们家是一儿子 往往无所谓 是吧 别人女孩子就可以玩玩 不是 不是 图老师 这个妖精她太有心机了啊 我儿子真的是 平时就是很低调的一个孩子 非常怪的 你看我还给他买了那个 他毕业的时候 我给他就买一辆那宝马车 他都是不开的 我儿子给他买箱子 买包 我开宝马车 什么什么的这些 他全都接受了 女孩 他接受了 我儿子钱他也把过去了 我每月给我儿子 五六千块钱的那个零花钱 这钱都在这个小妖精神里 你知道吗 那他掌控我儿子的钱 不是掌控我的钱了吗 我这么的家长 我不可能给又不喜欢的女孩子吧 本来他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打算就送他去 那个国外店的研究生 这小妖精一来 我们这个一个美好的计划 我这个家突然都跟我毁了 儿子跟我闹他 不出去了 不认我 儿子说你要 不是不让我跟他结婚 他就不认我 跟多少女子关系 还把我那个 要偷我户口本 不是他缩始的事 其实儿子为什么不读书了 一定是这个女的 受益他这样 因为他比你的儿子大六岁 一旦出国留了学 出去几年之后 他年龄更加大了 可能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不再是像现在这样 还三十岁 有交好的面容了 所以这些都会使他 这就是对你儿子的控制 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想 因为阿姨不喜欢他 我这是事实摆在这里 我跟你说 难道他非常非常地有经济 这点你看得很对 有可能是你儿子 主动追求他的呢 这种主动追求 也是他勾引在先 他一个打工妹 条件并不好 他不是把自己所挣的钱 寄回去贴补家用 而是租住一个高档的区 他从一开始就有钓鱼的心态 高档小区 那并不代表说 他父母没有收了一个 自己家花钱收的 几十万的一个房子 所以的话 这点是我们不能确定的 对 这点说的有道理 人家缺了你房租吗 他就是动机不成 想找一个有机 我问你 他缺了你房租吗 没有啊 他自食其力 他不缺您房租 守信用 他好像没什么 我问你房租 你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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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认为 他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都能找得出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他 你怎么都能够 为他的罪而开脱 所以说我们要听 当时人本身的意见 到底如何 好不好 现在有请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边 我问几个问题 这个女生 如果真如您所说 心怀叵测 她今天应该不会来 她为什么要到这儿 来跟你争论呢 跟未来的婆婆之间 闹得那么不开心呢 她应该会低头 如果她不来 你怎么办 那我就一定 让我儿子出去 一定让你儿子出去 棒打鸳鸯是吗 对 好 第二 她来了 她坚持说 我们是自由的爱情 我内心是 真爱你的儿子 我要结婚 那我也不会 让他们在一起 我坚决是不同意的 那他们户口本都不要了 到公安局去 开介绍证明 也可以结婚呢 所以我问 这两个问题的意思 就是想告诉大姐 接下来 待会儿那位女孩 上来了之后 咱们不要情绪激动 有条有理的 说出自己内心的看法 也许 我们看错了人呢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让我们一起来 大家好,我叫孟诺,我来自长春,现居北京,今年三十岁,大家也可以叫我嘉琳 你觉得把老人家晾在舞台后面是一种尊重的行为吗? 没有,我怕阿姨她对我生气,所以来的时候向她点了一下头,阿姨,你好 你到底来是解释什么? 阿姨,你还在生气吗? 阿姨,我希望今天能来到这儿 你不要说我对你误会,一次两次,这么多次都是误会吗? 其实,误会真的挺深的 这个,先不说爱心不爱心,你们至少是一个房东跟租贺的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闹成这样也没法聊天啊,而且你也是个晚辈,是吧 这个太不要脸了 阿姨,她对我误会意志都挺深的,而且她有的时候也不太接受我的意见,或者是我所解的那些,她好像就是完全也听不进去 那行吧,我来帮你,来来来 来吧 来来来来 不就找个台阶下吗 我给你一台阶,你刚才放弃了一个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应该给人家一台阶下,来,站中间了 她就是有那个心机,全都用在我儿子身上了 你们对这个女孩印象怎么样啊? 虽然说,今天你很会挑衣服,展示了你修长的眉腿和凹凸有致的身材,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品位是不高的 对一个女生来说,其实上台的话,她可能可以穿成这样光鲜亮丽,但是她今天知道她面对的人是谁,因为在阿姨的面前她希望打造出来是一个专装贤惠的 这样的话,看起来干干净的女生总比一个花枝招展的人更让一个长辈容易接受 所以说她心机深重 对啊,她卫妆啊,她也是大家看的呀 她就是没有为了大家看,她只是给阿姨您看,阿姨您觉得舒服就行 你先简单地叙述一下,您和她儿子之间的关系 就是,简单地说,我住了阿姨家的房子 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不懂的,坏了或干嘛的话,我说阿姨,这个东西坏了怎么怎么样 她总让我就是,哎,那个就找我儿子吧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经常坏 坏了一次两次找了一下,完了之后我开门做饭 这个女孩子家让你开个门什么意思呀 这个事呢,就是说女孩子嘛,一都是喜欢干净 就比如说,一天不在家了,我们开个门通通风,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而且我们家洗衣机,我们家洗衣有关中洗衣机 他用手洗,他不是就是让我儿子看见吗 这个倒不是,我认为有些衣服,就是说一件两件的,犯不上去用洗衣机 而且咱们就是经打泄散一下,省电,省水吧 你用手洗的干净吧,你两件衣服,你可能去用洗衣机 所以这点电量水,什么的都算你 这位美女,你省那点水电钱,你还不如租一个普通的小区 你这点水电钱之前,还是这房租之前呢 我认为住什么样的环境,就熏陶什么样的人 住在这样的小区呢,能让我有上纪心 就是压的边凤凰吗 你就是攀高枝来了,你这么节点,还住这么高档的小区 阿姨,这怎么叫攀高枝呢 我有点上纪心,难道有错吗 我儿子是一个学生 对你来说就跟一个小学生一样 好骗啊,他单纯啊 阿姨,麻烦您说话,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好不好 什么叫骗啊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没错啊 我没有骗你儿子任何东西 首先我没有骗他 那你干嘛控制我儿子的那个钱啊 阿姨,我没有控制你儿子的钱 我只是,我只是让他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花 什么时候不该花 这女孩我现在劝你一句是什么 是你以为现在自己很成功 抓住了他的儿子,也抓住了他的家产 但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抓住 我跟你说,你想想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两家人的事 跟这样一位是你为粪土的婆婆在一起相处 你的日子怎么过 我跟你说,你是一个自立的人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你不认为那是潘高枕 你说我这是上进心 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头顶削尖了 到一个那么不欢迎自己的家庭当中去 人活一口气,所以这就是今天来的目的 你干嘛要,非得就往人身上偏呢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 他没有结果,我觉得他真心相爱 他可以为了他儿子受的这些委屈啊 什么真心相爱啊 你看自己的未来婆婆这样对待自己 我就应该高傲的转身离去 如果说他这边能够把自己搞清楚 他儿子有的是选择 他现在是拼命抓牢他儿子不放好吗 这个我没有去向他亲 就是主动向他儿子去献媚 是他儿子主动过来追我的 志玲姐,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看 你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女孩 我们看一个妇人另一个假包 你就觉得是真的 志玲姐,咱不能用咱自己的理想去强加于别人 我觉得 你这是戴有色眼镜去看她 不但谁想一个女孩子平平 在家待着都非要吵 他可能他没想那么多 他就是神经这么大条的一个人 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 富人拎个假包 你都认为那是真的 穷人拎个真包 你都认为那是假的 因为你觉得她出身不好 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告诉你 她嫁与不嫁 她损失的也不是您的假成 那您为什么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她 这不是有色眼镜 你就是真实的分析 你就觉得 你也没准 那你为什么 你就咬定她是不好的 我告诉你 不仅我会这么想 这个男孩整个家族 他的所有亲人朋友都会这样想 你常年累月 在这样的眼光下生活 你觉得你会信 归根结底就是四点 第一点 他是农村的 第二点 是年龄问题 他大年儿子六岁 第三点 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好 因为他穷 没有您家有钱 第四 总结了一句话 穷人自己奋斗 有错吗 这倒是没错 他自己赚钱 自己工作 这样的努力 叫什么攀高枝 这样有错吗 所以说就是一个误区 母亲反对自己的儿子 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直接找这个女人谈是错误的 要谈跟自己儿子谈 管好自己的家事 再来找别人谈 我跟孩子谈 是无结果的 我才去找她 所以说啊 您能自己 您养了几十年的儿子 您自己都管不住 您还说别人什么呢 你自己儿子都管不住 你不很失败吗 母亲希望儿子能幸福生活 孟诺深爱自己的男友 都有说得清的道理 那么 纠结在母亲 与恋人中间的尴尬男人毛毛 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吗 他儿子跟你提过出国留学的事吗 嗯 说过一句 说句实话 就是想跟他在北京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是因为爱不想他远走高飞 是不是有点怕他要是出去了 在外面有了别的情感了 不跟你在一起 有这样的担忧吗 有啊 有这样的担忧 今天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 这件事是阿姨针对我的 她总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女孩子 所以我想利用今天的机会 就是说像阿姨 是我陪我儿子去走的 把这个误会解开了 不想把那个毛毛牵扯进来 今天来我希望阿姨您不要生气 我们心平气和的把这个误会解释开了 我知道我的出身不高 我也比毛毛大了六岁 但是我希望阿姨您能理解我一下 我是真心喜欢毛毛的 我虽然出屋真的身份不高 但是我是靠着自己来养活自己的 我就能买一分钱 都是我脚踏实地赚来的 我没有去偷 没有去呛 我没有去坑也没有去骗 我能自己更生 我有自己的存款 阿姨 希望你能接受我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说 你不要用那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 我希望你能 你能让我和毛毛继续走下去 一直在一起 梦若与毛毛相连两年 年龄与财富的差异 并没有成为两人爱情道路上的障碍 目前毛毛希望通过结婚 打交母亲安排出国的念头 从而寄予恋人梦若最大的安全感 那么 魏阿姨为了能让儿子出国 是否会做出一定的妥协 在毛毛没有到来节目现场的情况下 梦若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不期望今天会有一个结果 但我期待 是一场真正的有尊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姐的告白时间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 其实你们在将往半年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我也一直在观察你 你在北京这么打拼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我儿子也有我儿子的不义 你们都能互相理解 你是我一个当妈的 你们能理解我吗 谁能理解我 我跟叔叔打拼二十多年了 我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想到以后有个好前程 他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们想让他去中国留学 回来之后呢 他能有一份好工作 所以呢 我今天来就是 我今天来就是 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 我只想跟你说 我 放我儿子 放我儿子吧 让他住过 阿姨 家里就是阿姨求求你了 好吗 放手吧 我知道你和叔叔 挣钱不容易 所以我才不会让毛毛花钱 那么大手大脚的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现场 我就是想让你 别像以前那样误会我 我 您能答应我跟毛毛继续 能走下去 我是 我是出身不高贵 但是我会 一步一个 一步一个脚越的 他的事实地走下去 如果 如果您说 您怕我图你们家的财产 你可以去公证 我们结婚了之后 不会自己货 不会新手向您要一分钱的 阿姨 我是真的爱毛毛的 您能让我们继续在一起吗 嘉莲 阿姨今天来到这儿 当了这么多朋友 就一件事 我求你 放手毛毛让她出国留学 两年之后她等她回来 如果你们知道是真感情 你等她 你们是真的 我绝对不阻拦你们 而且在这两年当中 你们要跟她联系 让她安心学习 等她回来 你们如果再一起结婚 阿姨绝对不会阻拦你们的 嘉莲 就是阿姨求你了 嘉莲阿姨求求你 好吧 妈 你理解到妈的心 好吧 你不是爱 爱饱饱的吗 阿姨 嘉莲 阿姨 我才有女人 谢谢我们 好爱 亲爱的 中国留学 阿姨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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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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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